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小说剧情 上一期中,与魔族战争进入最高潮 索菲亚再战男主 男主的实力让魔将罗纳不得不决定撤退 男主继续和疯狂的索菲亚决斗 索菲亚释放了龙的力量 力量凝结成剑,与他的手融为一体 男主明确表示要杀死索菲亚 索菲亚为了找鲁特报仇,势必要吞噬剩下的上位龙 其中包括大龙女八 男主自然不会放过他 索菲亚将男主与帝国的勇者扎树一击的威力比较 吐槽男主没有扎树激励 男主懵了,怎么又来提帝国勇者 貌似索菲亚放跑了他 男主表示,我又没见过那家伙 也不想和他比一发入魂 索菲亚不想吐槽男主,吃不到葡萄就那个 还说果然还是扎树可爱一点 说扎树的一击好猛的 他使出了两个上位龙的力量才承受那一发 虽然比不上他现在的状态 比男主厉害多了 男主无语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索菲亚继续夸杂树 重情重义,能够舍身取义 还觉得可以和他联手 男主一听 帝国勇者确实牛白 连你索菲亚这样的女人都敢用魅惑洗脑 虽说是一丢丢 但确实有残留效果 要是和他遭遇多次 你估计被完全洗脑 完全没发现的索菲亚别提多震惊 男主吐槽不愧是勇者,换成自己 你这样的大凶女人才不敢受作伙伴 果然是人渣 看见女人就那个 为了避免压空的人受害 自己被牛头人 男主决定必须想对策 索菲亚还没反应过来 虽然对战斗没妨碍 男主可怜他像个小丑一样 提出解除索菲亚的魅惑 索菲亚让他打慢脸 男主表示没事的,不会偷袭他 我的青橱魔术很安全的 索菲亚哪听得进去 说了让闭嘴 男主表示你已经没戏了 等御剑也没用 彻底激怒了他 索菲亚背后燃爆 长出一对火焰翅膀 高速激动 对男主发动了压倒性的攻击 大喊御剑回来要你玩犊子 男主让他死得明白 表示御剑回不来了 你有四个上位龙的力量都这样程度 我家的石比你那个御剑要强多 男主一边应对索菲亚 一边用念话 回答石的请求 让他放手去钢 变态龙鲁特在自己的闺房里歪歪大笑 对男主展示的惊人魔力使用的方法感到兴奋 他通过影像观察男主的行动 对其非凡能力感到着迷 吐槽男主虽然严格意义上不是地球人 难道在原初世界和他们一样生活都能变那样 表示真的好像试试 能不能怀上男主的娃 对于那个一心想杀他复仇的索菲亚 鲁特本以为是个无聊的义分子 没想到这次贡献的不错 要是他能活下来 破例见他一面 多亏了人家见识了男主的实力 鲁特看到男主魔力物质化 脸上所有感情消失 接着直直地等着画面 大半夜拖个金光跳到床上 兴奋得不得了 之前男主找他商量 想增加一次可用的魔力量 想要和保有魔力总量相适应地放出量 其实魔术师都有这个烦恼 鲁特介绍了一些方法 不过觉得男主真没那个素质 就算用最有效的方法死命练习 也没啥大效果 一个暑假根本不会有变化 鲁特也和男主说明这点 男主还是决定找个地方修行 鲁特也没反对 话说男主明明想要的是 一次性输给术师的魔力量 又明显增加才是 谁能想到 不但将魔力在体外具显化 要能按照需要使用 构成那个人形的魔力 是展开术师的直前步骤 灵界的疑似状态 确实魔力对物质干涉力 最大的是那个瞬间 但是耗油量太糟糕了 一般不可能 他鲁特也不一定能维持 那个状态十分钟 鲁特再次评价男主魔力是个无底洞 如果是一丢丢的话 鲁特也能构筑一下 但像男主那样 在实战不停使用消耗的魔力量 还不如将一袋炸开个大坑 来得轻松省事 这是男主才能做到的独特能力 灵界直前的多样变质而获得的魔力 将其具现化自由使用 是那么无稽之谈 是那么牛掰 简直就是伪业 突然影响变黑 原来这个视频是索菲亚的事件 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苦苦找寻的万色龙 当成了移动摄像头 鲁特压根没期待他能咋样 男主发动力量时就知道结果 同时觉得他悲哀 要是不和遇见搞事 不找他挑战 好好当他的冒险者 可以过完成功者一生 至于男主的能力 如果还没有取名字 鲁特想找男主提议 命名为魔力版的第一原制 觉得男主就是他一直渴求的理想的人族 真是一种重力寻他千百度的感觉 搞得浑身躁动 受不了了 不知不觉 这家伙变成了女的浑身颤抖 鲁特被这种惊人的能力迷住 度过了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 比米亚城下的战斗停止后 形态为巫妖的石 遇到了上尉龙玉剑 但为了不让勇者们 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选择了以巫妖的形象试人 魔族和人类的战斗停止 魔将罗纳的撤退命令 大量光之剑被破坏 王都回复了宁静 石在大街上与上尉龙玉剑对峙 玉剑认出石是巫妖 虽然看他不是魔族的意愿 还是打算放他走 但石表示要与他战斗 并自称是魔人的随从 玉剑一听 那家伙还有手下 先经过一番不认真的交锋后 玉剑暂停 承认了石的真正的力量 玉剑变回人形 对石透露出打算杀死魔人的意愿 学姐一行请求石让他们加入战斗 但石判断没有旁人参与战斗的余地 建议他们全力防守 两人正式的战斗愈演愈烈 石对玉剑展开了压倒性的力量 石确信可以杀死玉剑 用强大的攻击击上玉剑 这场战斗对学姐他们来说也非常惊人 他们只敢旁观 在与玉剑的战斗中 石也遇到了超出预期的困难 玉剑拥有超越石计算的力量 他从收藏品中制造的剑 对石构成了威胁 石全力以赴的对抗 多次躲避玉剑的攻击并反击 石的战略和判断力 使得玉剑逐渐被逼入了困境 石发动了胜过玉剑的毒和石化诅咒的攻击 使玉剑陷入了痛苦之中 最终为了欺骗玉剑 石使用了短距离传送给了他致命一击 这场胜利对石来说是惊险的 他为自己的不足感到懊悔 战斗结束后 石治疗了学姐对力受伤最重 奄奄一息的污底 并帮助他恢复 学姐等人感谢石 对他其实是人类感到惊讶 石告诉学姐等人 要集中精力做他们能做到的有意义的事情 石耗尽了体力 学姐等人带着污底去了休息店 学姐从石与遇见的战斗中 发掘到了石与异世界人有关的可能性 她怀疑其葛业商会及其周围人 开始探究石和魔人的谜团 另一边 索菲亚与男主的最终决战 战场的王座已经变成废墟 男主解除了他的洗脑 虽然不再提帝国勇者还是那么疯狂 男主看他突然狂笑 以为脑子就斗了 然后索菲亚力量变质膨胀 男主看出他装疯卖杀 是为了拖延石剑来完全释放力量 男主从他口中得知了遇见死了 虽然相信石不会输 没想到能干掉那家伙 暗暗夸奖 没想到石变这么强 索菲亚无语 遇见就这么变当了 同时也对自己好运无语 他和遇见早就打赌 如果他先死 就变成遇见的武器收藏品 如果遇见先死 剩下的那条命和力量就都献给他 男主吐槽 那家伙还有两条命 男主直言 就算多了一条龙的力量 你也赢不了 突然这货不笑了 说什么最近才发现 藐视对手战斗真是恶心 还说再反省 男主觉得自己 也绝不会被他扰乱精神 战斗杀人的心境和平时日常 男主已经拥有 属于可以切换的开关 并不是心中出现不同人格 只是为了赢得战斗 将感情稍微靠边放 这是最适合他的战斗姿态 在地球时代 他就学着如何和自己谈话 所以就像魔力体保护他 不受攻击一样 不管敌人说什么 自己都不会动摇 对吧 索菲亚继续嘴炮输出 表示男主藐视他 所以大意让他有机会 使出王牌傲义 男主吐槽 战场上强者 蹂躏弱者不是很正常 什么大意不大意 索菲亚表示 男主不阻拦他发大招 不叫大意 不叫骄傲 叫什么 男主回答 叫轻松有余吧 然而索菲亚没有理他 以他为中心 一股恶心的彩色区域 在地面扩展 渐渐伸到男主脚下 空中墙壁都被侵蚀 接着像一群人 用爪子挂玻璃一样的 难受的声音响起 不停提高音量后 伴随彩色区域的消失 声音也没了 男主一看 索菲亚的脚下 一直到空中 不停地出现无数的箭 看似想和别的空间 连接起来 无数地插在地上空中 男主看得无语 一把把都可以匹敌 他家的古代矮人工匠们 打造的武器 索菲亚欢迎男主 来到简直地狱 这是御箭保管武器的空间 男主夸他牛掰 把咱拉到一空间 男主吐槽 除了女神以外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绑架 连巴都没有哦 男主看他挺有空间系才能的 一方万一 男主使用剑把握这个空间的特征 发现可以提高展开者力量 还能和剑共有生命 索菲亚一听 连这都能被砍破 吐槽男主在内早不做人了吧 男主表示还好啦 感慨这里所有的剑 都是索菲亚的命啊 只要还有剑没被破坏 那这家伙就死不了 或者这里有几把剑 就杀死几次他 而且只要在这个空间 他就一直能量倍增 而且还能通过不同武器 使用各种自己不会的技能 男主觉得太作弊了 索菲亚直言不是无限 总共有1080把剑 男主真心同情 被他用这个力量蹂躏的上尾龙 而且这里的剑 原本都是遇见欣赏的英雄们变成的 虽然很赞 男主只说很遗憾 从心底里同情他 男主凝视左手 一个闪光 随后耳边响起英雄们的灭亡参叫 索菲亚傻眼 男主表示 我既不是战士也不是术士 左手握着刚才从别空间取出的武器 直指对方 被他射中的剑都碎了 索菲亚没有半点胜算 只见他一声狂吼 像个炮弹一样冲上来 比之前的他难以想象的力量 猛砍魔力提 男主直接把戒的性质转化为强化 被砍裂的魔力提 变得再也砍不动 男主左手拿弓 右手拿白色的剑 大量的魔力流入箭头 从白色变成桃色 最终变成红色 用男主平时限制魔力的戒指 同样素材做成的箭头 男主觉得 既然不能够建一次消耗魔力的数字 那就在外面积蓄 或者用可以积蓄的东西做武器 虽然积蓄也有上限 但是变红的箭头 为了比他平时的攻击魔术 要强得多得多 索菲亚大叫助手 空间里无数的箭 堵攻击男主 又是砍又是刺又是切 索菲亚一边躲闪跳跃转移 变换位置进攻男主 还能自由变换手里的箭 展开多种术式 但是没关系 男主使用这个世界里罕见 但他用惯了的弓 释放出红色箭头 箭头一瞬间静止 唯独弓弦弹回 箭开始分裂 闪着红色的箭 像闪电一样分支 击穿一百多把箭 索菲亚继续抓狂 质问男主到底什么东西 男主任由他怒吼继续射箭 两百三百 决定至少让这无数英雄安息后 再来干掉你索菲亚 作为送葬 男主会给他全力一击 同时自爆家门 表示咱是工兵 公道家 让他死得明目 索菲亚大叫 老娘还没见过 那个臭屁屌丝的鲁特 怎么能死在这里 男主想 我好心自爆家门 居然不理我 听他说鲁特是调和油 呃调和龙 男主吐槽 那家伙是混沌才是 明明你呀 被他当成摄像头了都不知道 男主一句 永别了你 再看周围 已经没有剩下的剑 只有索菲亚一人 他大叫 不 还有一样 遇见最后隐藏的 老娘还没完 突然他冲了出去 背对男主 男主一下太突然 射箭的手慢了一拍 空间在波动 突然一股无比不爽的感觉 放出的剑 还是朝着他的后背飞去 正当以为要射中他 突然索菲亚一个回眸 受伤拿出把剑 男主吐槽 你这个 不是 你这个霓虹刀哪来的呀 直接那家伙用精湛动作 砍掉了男主射他的剑 剑直接碎裂 连鱼波都被砍成两半 男主吐槽 这最后的剑居然是霓虹刀 而且威力咋回事 那么索菲亚能靠这把刀狗活吗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